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号星期日 9天前我们报了一个消息 说美国和塔利班要签署和平协议 但是要等9天 要看塔利班那边能不能控制他们下边的恐怖分子 9天过去了控制的还不错 停火搞的还挺好 美国也比较满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从华盛顿挣飞机 抵达了卡塔尔的首都 卡塔尔的首都 现在协议应该已经签完了 因为到3月1号了 协议应该已经签完了 结束了美国在阿富汗18年的战争 那么从2001年的9月11号 也911之后 美国打入阿富汗 到现在到了2020年18年 终于这场战争算是结束了 美国承诺将在14个月内撤离 当然最终能不能撤离 也要看这14个月塔利班的表现 如果变成好的话 那就最终撤离了 那么刚开始可能先撤离几千人 最后据我们所知 目前可能还是要再留个8000人左右 14个月之后就全部撤离 18年的这场战争 美国花费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7500亿美元 终于这场阿富汗战争 打了18年 死伤更加的不计其数了 我觉得怎么说 我相信美国撤军对于美国来讲 川普就是这样的 不愿意管别人家的脏事在这 你们家死活 跟我没关系 川普他们共和党就是属于那种 右派的思路 就是说你们打 我也不仓忽 你也别弄我们 为什么那个时候跟塔利班闹的关系 有问题 然后本拉登要911袭击美国 还是因为就是说美国的左派政府 对于中东地区管道有点多 比较想把美国的价值观带到中东地区去 川普和共和党还有美国的右派 实际上就觉得你们死活跟我没关系 但是这种观点怎么说 我觉得中东地区对妇女的确是非常的糟糕 很多妇女都要带中国的严严实实的才能出门 有一些地方甚至连妇女连开车都不行 不允许开车 我以前我看过一个节目 叫什么旅行什么的 有一个就是中国那就是夫妇满处跑 那俩人 女的他们也说他们到了阿富汗那 你开车的话 就有人在后边拿石头扔她那车 就觉得这女人怎么能开车 太不像话了 就这样子 对于共和党来说 川普他们这种就觉得 你们那的富你能不能开车 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管 我也解放不了你 我实在参护不了 我可能你打了十几年的战争 花了700多亿 你那还是那样 我不想陷入 就是像泥棗一样的泥潭当中去 我不想陷入进去 我能走了 你们自求多福 跟爷没关系了 撒哟那啦了 美国的左派就觉得 中东地区对妇女的这种酷刑 可以说 不仅仅是有的 还有什么 妇女不能去看球赛 不能去看戏 没有男士的陪同 不能单独去看戏 然后身上什么都不能漏 然后像这种东西 要美国妇女觉得这不混 混蛋的行为 就应该美军 按照美国现在不是女权主义 就觉得美军就应该开过去 直接解放中东妇女 问题是你要想想 你是要解放中东妇女 你要问中东的男人答应不答应 是不是 所以你是去解放中东妇女去了 但是中东的男人给你拼命 他们各种恐怖袭击 所以这个情况 你作为一个女性 你觉得应该怎么着 你觉得美国应该更多的 参与中东的问题 然后让中东更文明 更开化 更尊重妇女 搞这男女平等 你还是觉得像川普这种 就塞尤那拉了 您自己搞吧 你们死不死活不活 跟我没关系 我支持川普 你支持川普 管不了 就管不了 假如你要是有 假如你要是投胎的事 没投好 投到那边去怎么办 我可能会靠自己的努力 去冲出 桑梏 就离开那里 对 离开了 那里我们也承认 很多的中东妇女都移民美国 或者移民欧洲什么的 但是说实话 有一点我们很清楚的 人 其实真的不是你个人能力 就是说你包括你像我们 我们最后移民美国了 我们觉得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个人努力 我们最终离开了中国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移民美国了 我们改变自己的生存的环境 但是说实话 有些人没有机会 很多的中东妇女 实际上他根本就 他从他初生到最后死 他没有选择 不是好像我们觉得 好像是他们 你自己的选择 关我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自己选择你要生活在阿富汗 你为什么不选择去美国 对不对 但是现实情况是 川普现在基本上就杜绝了 中东的很多 好像七个穆斯林国家在签证 对吧 当时还到自由法院去打官司 然后当然也不能不 当然很多人就是说白左 就抨击川普 觉得川普这么搞 简直就是种族主义者 但是现在又是一个现实情况 在于什么 川普是第一个禁止 把中国列为疫区了 不光是 只要是不管任何人 他不是说中国人的问题 是任何人 你只要从中国那过 14天之内 步行入境 你就给我滚蛋 除非你是美国公民 美国公民母 我没办法 对吧 我国家 我作为政府 我不能不让公民回来 对不对 不让公民回来 那不造反 打起来了 还有也因为川普 因为杜绝的那几个 什么伊朗乱七八糟 那些国家的旅游签证 也都给毙了之后 导致美国这一次在疫情当中 的确确比较主动 据我听说的消息 就是说加拿大 首先没有杜绝中国来加拿大 有很多从中国来的 来美国进不来 先到加拿大待14天 这种情况听说好多 还有还不管 就是说像什么伊朗那边的 据我所知 有很多伊朗人 现在也跑到加拿大避难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替加拿大捏了一把汗 虽然我知道加拿大的政府 觉得川普都是白痴 特鲁多他们的这届政府 真的就是说是白走的政府 在他们眼里 川普就是一个流氓恶棍 混蛋白痴弱智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 就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川普政府 在看待特鲁多的时候 也是这个观点 我现在不知道谁是白痴 你知道吗 川普就说这是白痴 竟然还让从中国大陆来的 还让从伊朗来的人 进入加拿大 然后特鲁多觉得川普是白痴 怎么能这样子 不人道 而且种族歧视 反正互相都觉得对方是白痴 很难说清楚 从道理上来讲 从情怀上来讲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支持 白左的观点 就是说中东的妇女 有一些真的很惨 而且有一些所谓的通奸 你知道他们的通奸怎么办 他们在土地上挖一坑 然后我这女的 就是说站在那坑 就半人高 站在坑里 然后拿土埋 埋了 就把下半身埋在土里 要留着上半身 然后就一堆人拿着石头砸 就拿着这么大的砖头 这么就扔它 知道吗 就是说 反正就大家一起扔 拿着砖头扔 一招之后 给活活砸死的位置 就这么讲 就下半身埋在土里 然后就要 他们就要实行 我应该在YouTube上 你能 还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搜到 以前有 后来 后来好像因为太残酷了 被YouTube 好像都给删掉了 那些视频 其实以前他们有过 就是说穆斯林 他们搞实行这种东西 说实话 我觉得是不人道的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 能够管一管 帮助他们一下 其实是最好 但是 美国在中东 真的是几十年花了几千亿美元 死了那么多人 最后把中东 还是那样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得不说 就是说天助自助者 包括中国一样 这个话在中国也是实用的 就是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 对 就是说中国人也是这样 其实美国很多时候 我觉得也是愿意去帮助中国 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 包括我们也是这样子 但是真的是天助自助者 你自己先认为你住的地方有问题 你想改变它 然后 我觉得可能你才能够去改变它 要不然的话 你老是依靠 想等着 就是说别人来拯救我们 其实是很难的 其实海外有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民运 民运分子 一些老民运 都是觉得好像 老是期待的 能够借助美国的力量 期待有一天 美国人能够到中国去 解放中国人民 实为实在的 我一直认为 就是说 不要对美国人 抱有任何他的期望 我总是觉得 对于中美 我们都要理性看待 美国是比中国好一些 是的 但是美国比中国好 是因为是美国人民创造出来的 跟你中国人民没有关系 然后你中国人民 如果想要过得好的话 还是得靠自己 你要想过成美国这样的话 你要自己去争取才可以 你不能老天然等着 说是美国人来帮我们怎么着 这个可能性不大 天助自助者 好吧 这期见到这里 谢谢大家